換取所定時點不一樣 我是基金秦仙 來看的是台灣民意基金會 最新民調顯示 新內閣民眾評價兩極 尤其在20到40歲 年輕族群不滿意度略高 以眼神捕捉全建人喝咖啡 不是啦 原來是苦等不到副總統賴清德 原來他比預定行程早到 偏偏賴清德又遲到8分鐘 似乎有些尷尬 但也或許讓院長有些時間沉澱 院長最新的民調顯示 是滿意度只有三成八滿意嗎 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民調 對陳燦內閣評價兩極 百分之三十八滿意 百分之三十四不滿意 尤其年輕族群20到44歲 公民不滿意的略多於滿意者 45歲以上公民滿意明顯多於不滿意 在55歲65歲以上滿意度破四成 會是因為這樣對年輕人釋放利益多嗎 文化部宣布文化成年禮 要擴大發放到二十一歲 這三年來其實疫情啊 事實上對文化產業的環境 確實是有根本性的影響 除了振興之外 其實因為文化產業所造成人與人之間 文化本來的交流的斷裂 我們也希望能夠提出幫助 說笑彌補因為疫情失去的三年 另外學代部分新方案將協助五十四點六萬 經濟負擔重者償還一年本席 只是這些院長前見人 這天明明有公開行程 卻沒受訪親自說 還是由鄭文燦站上火線 上午院會鄭文燦先早一步告退 不只代表院長出席巴拉圭歡迎儀式 還視察雞蛋 甚至難得副院長開放媒體QA 我就是扮演副院長 那在有些場合是由院長來視察 有時候我會陪同視察 那院長如果不課這個分身的時候 那我會這個代表他來視察 只能說鄭副院長 這副手當的真的很有存在感 TVBHM附定華 無可言理智慧 愛情小組台北報導 前民東縣長潘孟安率先拋出 未來可將總統的小英之友會 併入賴清德的信賴臺灣願景協會 不過這樣子的構想遭到英系成員踏訪 軍理歡迎巴拉圭總統阿布朵 蔡總統禮貌性的帶著他 繞行紅毯一圈 卻一度亮腔 好險 只是稍微辦到 沒問題 然而在這場迎賓大典 副總賴清德 雖趙冠麗全程陪在總統身邊 但自認黨魁 賴就頻頻被指對小英人馬 特別針對現在更有人想整病小英之友會 信賴臺灣 那當然小英之友會也會併進來 我們也是小英之友會 大家是分境合集 江提賴清德立憑2024大選前屏東縣長潘夢安卻在這時間點就拋出要將總統的小英之友會並進賴清德的信賴臺灣願景協會 就判凝結黨內向心力 但對於潘夢安的病入縮小英之友會總會長言志發就強調 一切還是以總統本人的意見為一規 更何況英系裡面也有人充滿怨言 不僅賴清德 為何連這都要強 立屆的總統候選人不分藍綠自己都會成立一個基金會 如果再把小英基金會改名的話 這樣對小英總統以及小英後援會來講是一種非常不尊重的說法 並或不並定義我不清楚 要問一下我們的潘縣長 合作是一定 但到底是想聯合整軍還是派系間的收割整併 若沒百話說明怎能分進何集 TVBH追蹤全會 台北報導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表態爭取藍營提名參選2024 來看國民黨朱立倫什麼說 我們也不急躁 也不躁進 也不會拖 主席都說了2024不躁進 但國民黨秘書長黃建廷卻以會見 想選的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動作有很大嗎 他就是表達願意代表國民黨參選的意願 然後然後我去看了他了解溝通 只是交換意見若等同征詢 那怎麼能漏掉黨內的最強母雞 黨這邊有跟你接洽說有約時間了嗎 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角色 每一個人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 那我現在是新北市市長的角色 是不是沒被約到 胡偉說做好分類的事最重要 但若是為郭提早啟動征詢 黨內也憂心 一個郭台銘打亂藍營整盤棋 畢竟現在黨內就以壁壘分明 黨外人士又來給壓力 像是337的交流會理事長林伯峰 就說企業家跟政治家不大一樣 照每個人優點來創造未來才重要 而前國策顧問黃岳瑞也表示 郭台銘財大祭出的不謙虛 令人失望 想回國民黨又不道歉 但國民黨副主席連勝文 就搬出社會形象幫他還家 我個人認為郭董事長 對台灣是有貢獻的人 甚至來講他的社會形象 跟國民黨比 不見得會輸搞不好更好 判罵聲平息 贊許郭台銘 就算拿整個黨來比 在所不惜 國際焦點來關注的是俄烏戰爭 俄羅斯加大在巴赫姆特的攻勢 成為開戰以來最持久的一場戰役 而瓦格納傭兵團繼續放話 除了奪下巴赫姆特之外 他們還要攻下更多城市 直到癱瘓烏軍為止 不過有在前線採訪的俄羅斯官媒打臉說 瓦格納的彈搖不足 現在狀況越來越不好 烏克蘭士兵正在跟記者講話 但話才講到一半 不遠處就被飛彈擊中 瞬間成土飛揚 嚇得記者馬上蹲地掩護 就連士兵暫時歇腿的時候 也有飛彈突然呼嘯而過 隨後在不遠處爆炸 俄軍在頓巴斯地區的攻勢 現在力道越來越大 加上氣候不佳 烏克蘭的無人機難以追蹤俄軍目標 另外在戰火最激烈的巴赫姆特 附近城鎮再度炮聲隆隆 民眾受過了每天被炮轟 帶著大包小包和毛小孩 開始撤離避難 巴赫姆特戰狂越來越激烈 堪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 凡爾登戰役重演 已經具有戰爭象徵意義 俄軍不停滥炸 再度攻擊民宅 居民在屋外看著救難隊 小心翼翼爬上雲梯 搜尋還在屋內的親人 當場忍不住情緒 不停啜泣 瓦格納創辦人普里科金更放話說 絕對要躲下巴赫姆特 瓦格納集團還放話 不只巴赫姆特他們還要拿下更多城市 不過在戰場上 俄軍死傷非常慘重 畫面上可以看到幾名俄軍趴在地上想辦法躲藏 但依舊被烏克蘭的無人機偵測到 一發現目標立刻開槍 兩名俄國士兵就這樣命上前線 甚至連綏軍在前線採訪的俄國官媒記者也說 雖然俄軍工程有進展 但情況越來越不妙 俄羅斯國內的反彈聲浪還在持續 有一群士兵的媽媽冒著被逮捕的風險站出來抗議 點名批評普京辜負老百姓 另外CNN公布這段畫面 烏軍成功摧毀了俄羅斯用來發射真空彈的多管火箭系統 而北約防長會議延商是否援助烏克蘭先進戰機 最後還是沒有給出正面答案 但烏克蘭國防部長相信 在他們持續遊說下 西方盟國最終還是會軍援烏克蘭先進戰機 TVBS新聞綜合報導 美國耶魯大學公布一份報告 光是去年就有6000名烏克蘭兒童 被俄羅斯帶到再教育營洗腦灌輸俄羅斯文化 在俄國至少有43處的營地 另外開戰週年前夕白俄邊界軍事動作頻頻 西方懷疑俄羅斯馬上就要展開另外一場的大進攻 12歲的烏克蘭小女孩差一點就要被送去俄羅斯 烏克蘭曾指控俄羅斯假見明目 截走許多父母雙亡的烏克蘭孤兒 現在耶魯大學更公布一份由美國政府支持的研究報告 指出光是去年就有約6000名的烏克蘭兒童 被俄羅斯送進再教育營 像這位媽媽想到女兒實在是愁眉苦臉 當初她在俄軍脅迫之下 同意把女兒送進克里米亞的一處下令營 以為至少可以讓女兒躲避戰火 但沒想到可能更糟 後來才知道所謂的下令營 其實就是再教育營 規定要說俄文洗腦灌輸俄羅斯文化 還拒絕把孩子交還給在烏克蘭的親人 這群媽媽們只能向NGO組織求助 經過了漫長等待 終於有管道見孩子一面 美國痛批譲證已經可以構成種族滅絕罪 普京要徹底拔除烏克蘭文化 從最無辜的孩童下手 而就在烏俄戰爭將滿週年之際 是不是又會看到一年前的入侵劇本重新上演 白俄羅斯動作不斷 地面兵推在雪地裡模擬作陣 還大方帶媒體團直達與烏克蘭邊界 白俄說邊境照常開放 烏克蘭早就先圍堵 而且還故意在國旗旁邊掛上了白俄羅斯 反對勢力的旗幟就是要向白俄挑釁 對普清中心耿耿的白俄總統盧卡申科大方承認 就是要巴著俄羅斯當靠山 普清也沒在客套放話不排除用白俄戰機搭載核彈頭 雙俄同盟不必會進行空中聯合軍演 這被認為是下一波進攻起手勢 空中戰云密布 此時 荷蘭一架F35戰機還在波蘭攔截到了俄羅斯戰機 波蘭緊鄰大作 而俄羅斯還出動了轟炸機 在俄羅斯克海以及楚西克海域飛行七小時 說是例行任務 但實際上恐怕是和北約的空防角力 TVBS新聞綜合報導 不過也有俄國媒體報導說 俄羅斯已經準備好跟烏克蘭進行無條件談判 什麼是無條件談判了 而美國在這之間沒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詳細內容交易記者李作賀 好 俄羅斯方面宣稱 俄羅斯已經準備好對烏克蘭進行無條件談判 很多人看到這幾個字 以為說戰爭要畫下休止符了嗎 其實這魔鬼還是藏在細節當中 因為還原整段對話 俄羅斯方面是強調談判要根據事實 這個事實是什麼呢 也就是不再既有的條件退讓 這些條件包含了已經佔領的土地 以及入俄公投的結果 換句話說 這看似有空間 但其實似乎又沒有什麼可以談判的空間 那麼現在來看到 這場戰爭已經不只是俄羅斯跟烏克蘭之間的事了 美國對烏克蘭的態度轉變 從一開始視為棄子還撤僑撤管 到後來發現烏克蘭不斷的反攻 也認為這有利可圖 開始升級了對烏克蘭的軍援 後來美國高度的介入戰爭 也變成說這已經不只是俄羅斯和烏克蘭談判 而是美俄的談判 那麼未來如果不是美俄達成密約 對烏克蘭採取朝鮮方案 進而達成停戰的話 很可能就是要比誰的氣場 而另一部分呢 其實美國內部促談和續約的政治博弈 也是影響的關鍵 大陸疑似間諜氣球在引發全球區域緊張 CNN就直擊大陸一間疑似製作高科技氣球的工廠 發現原來這些氣球不只可以用作監測 其實也具備軍事用途 可以拿來空投炸彈 那麼美中關係現在越來越緊張 美國副國務卿選曼就警告 中國不要試圖引發台海衝突 工人們緩緩移動 CNN鏡頭下的這間工廠 就是負責大陸高科技氣球的製作 大陸的間接氣球飛越美國上空 引發全球高度關注 美國進一步分析 原來氣球來歷 背景似乎都有專門製造商 The U.S. Commerce Department has blacklisted 6 entities tied to China's military aerospace programs from obtaining U.S. technology without government authorization CNN has reached out to all 6 Chinese entities for comment but none have responded 大陸工廠打造監視氣球艦隊 現在更被揭露這些氣球不只民用監測 其實用途相當廣 氣球只要裝上通訊設備 可以用在軍事用途 大陸展現近太空野心 只是現在卻傳出這次的氣球風波 很可能是一場美麗的誤會 華盛頓郵報引述美國官員報導 從這枚氣球飛行途徑判斷 最終目標似乎是要前往關島 但向東行進途中 卻意外轉而往北漂 又在加拿大遇到強風被迫往南 才會飛到美國上空 無論是不是誤會一場 一顆迷航的氣球 已經讓美國及盟友 對大陸空中情報蒐集手段 加強警戒 美中關係因為這顆氣球變得更複雜 大陸也譴責美國用飛彈擊落的決定 根本是反應過度 這完全是一起由不可抗力導致的意外偶發事件 中方已多次向美方說明情況 然而美方濫用武力 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將依法對損害中國主權安全的 有關美國實體採取反制措施 不過除了和美國空中關係緊張 大陸最近和菲律賓海上也出現摩擦 中非發生海上衝突 原來大陸海警用軍用雷射光照向 菲律賓巡邏艇 讓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是大怒 認為主權遭到侵犯 菲律賓傳出將與美國舉行 2015年以來規模最大一次的聯合軍演 美國則強調會與盟友站在一起 更向大陸喊話 不要借機引發台海衝突 美中關係原本就已經相當緊繃 現在更如同被擊落的氣球般 雙方的關係急速下墜 TVN新聞綜合報導 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將在16號到22號要出訪歐洲 最受矚目的就是在德國慕尼黑的安全會議 因為大陸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也會出席 美中外交高層有沒有可能在這邊進行雙邊對話 尤其在這個間諜氣球美中分歧的敏感時刻 來進行雙邊的會談呢 另外還有可能就是眾議院議長麥卡錫訪台也成為了一個話題 美國副國務卿雪曼就表示希望中國不要拿一個國會議員訪台作為軍事行動的藉口 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要不要訪問台灣這沒公布沒證實也沒確認的消息已經讓美中互相警告 我們希望讓國務卿為國務卿並未使用國務卿為軍事行動的參與會 為軍事行動的參與 美國副國務卿雪曼表示 俄物戰爭為全球帶來能源危機 糧食危機和通膨壓力 如果有全球一半货桂轮经过的台湾海峡爆发冲突 将影响全球经济 参议员卢比欧认为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为个人历史定位对台湾出手 警告北京要小心入侵台湾付出的代价 今他懂得解离台湾电台湾对于台湾 对台湾的实起就是 我们几乎美国进行支撑 出 美国国务院宣布 国务卿布林肯将在16号到22号 出访德国 土耳其和希腊 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也会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 虽然国务院表示 没有敲定的美中会谈行程 但布林肯也为可能的 美中外交双边对话做准备 而这将是中国间谍气球 入侵美国领空后 布林肯和王毅的首次面对面会谈 TVB新闻黄松普尼嘉辉 美国华府报道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公布了 中国大陆2023年的经济工作重点 有哪些呢 再请坐横档来了解 好 在习近平进行谈话呢 可以看到经济方面 稳是一个非常大的重点 到底如何稳呢 他就提出了这个工作重点有三个 一个呢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 再来就是引进外资 而在实际的做法上面呢 包含了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首先是深化国资国企的改和 以及优化民气的发展环境 还有呢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而另一部分呢 在这个重大经济金融风险的部分呢 是要房地产业系统性风险 以及化解金融风险 还有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 不过呢这些做法看在一些时事评论员眼里呢 认为不应该只是这样 他们就说这是中共来回避疫情的问题 这根本就是鸵鸟政策 还说没有搞清楚中国大陆经济最大的冲击因素 另外呢也有中国网友就提到说 现在这个有数十万人 他们其实是困在长三角 以及猪三角 为什么呢 因为内需不够找不到工作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